一个富商开着豪车在路上行驶 只因为前面的破车开得实在是太慢了 他就不停的按喇叭 可前面的车毫无反应 他加大闪灯力度 对面还是无动于衷 无奈之下 卡特向右变道准备超车 不想破车拐了过来拦在他的前面 但司机也不惯着他 卡特气得破口大骂 找准机会他还是一脚油门超了过去 路过破车旁边时 他摇下了车窗 对着里面的平头哥就是开始抠图芬芳 而他并不知道 平头哥可是一个十足的狠人 别看他车破 但曾经也是叱咤风云的黑老大 就在他刚出了一口恶气 心情舒畅时 没有想到发生了意外 汽车后轮爆胎了 卡特只能把车停在了路边 下来查看情况 他打电话给汽车公司申报故障维修 可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还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过来 卡特只能自己动手更换轮胎 可毕竟不是专业人士 他折腾了好久才把备胎砖上 就在他刚好拧上两颗螺丝的时候 那辆小破车竟然从后面赶了过来 卡特很心虚 顾不得收拾工具 赶紧钻进了车里 小破车果然停了下来 黑老大没有走 而是倒挡直接撞上了卡特的车 接着他下车来到了卡特面前一脸坏笑 卡特意识到这祸不是一个善茬子 开始马上认怂 可黑老大突然一巴掌拍在了玻璃上 说完就打开了雨刷器想冲洗一下 可黑老大一阵噼里啪啦的又把雨刷器转了下来 卡特害怕了 正好这时一辆货车路过 他赶紧按喇叭求救 可黑老大挥手示意没事 让货车先走 接着他捡起了卡特落下的扳手 对着前挡风玻璃就是一顿乱杂 卡特彻底没了脾气 他只能打电话报警 可原水解不了尽壳 而这也更加激怒了黑老大 于是他跳上了车顶 脱下了裤子拉把 接着转身又给车玻璃清洗了一番 这一下他终于解气了 心满意足的准备开车走人 可这时卡特看着被玷污的挡风玻璃 却觉得受到了莫大的羞辱 他突然一个油门冲了上去 车很快给推向了马路 搬进了河里 卡特赶紧回来 继续给轮胎上螺丝 突然下面传来了破窗敲金手 原来是黑老大从车里爬了出来 眼看不对劲 卡特顾不得还没领完螺丝 就慌忙的驾车逃跑 气急徘徊的黑老大 挥舞着扳手追了上来 可看着后视镜的黑老大 他的话又让卡特觉得还是很窝囊 于是他摆摆头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好在黑老大街里翻到了路边逃过一间 可卡特没有放弃 一个神龙摆尾 调转车头又冲了上去 然而这时意外发生了 没上紧的轮胎突然脱落 卡特无法控制车子的方向 慌慌之下直直的冲进了河里 报仇的机会来了 黑老大赶紧跑下来 试图从后尾箱进入车内 清醒的卡特想要逃跑 可车门却被石头卡住无法打开 而这时黑老大也爬了进来 两人迅速扭打起来 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开始了一场贴身肉搏 可最终卡特不是对手 黑老大把阿打出了车外 不用安全带缠着他的脖子悬掉在空中 接着黑老大打开了油箱盖 撕下袖子塞进了油箱 准备引燃汽车毁尸面积 然而这时已经窒息的卡特突然回观反照的醒了过来 他深吸一口气 艰难的爬进了车内 然后一把握住了黑老大的脚 实劲的把他拽进了车里 眼看大事不妙 黑老大想要扑灭火 可以已经徒劳无功 不出片刻 汽车突然爆炸了 等到救援队赶到时 汽车已经被烧毁 而两人也同归于尽 另一边 罗素本是技术精湛的一流爆破王 这一天是女儿的生日 她下班后顺道取出蛋糕 就能赶上女儿五点的生日宴会 然而意外总是不经意间的到来 当她拿上蛋糕出来时 却发现自己的汽车不见了 只留下了一张拖车单在地上凌乱 原来就在她付款的时候 市政拖车队正好路过这里 把她停在路边的汽车给拖走 无奈之下 她只能打车到交管所 可她对汽车被拖走这件事情很不满 因为那里并没有进行标识 而工作人员根本没有理会她的抱怨 只是告诉她申诉途径 罗素很气愤她的态度 一直坚持自己没有违章 要求进她的领导并退还打车费 还有他们赔礼道歉 工作人员被她的话都笑了 说别种那些没用的 想取车就得先交钱 不然就麻烦出门诱拐 而这时排队的人也开始催促她 没有办法 罗素只能先交费取车 可或不担心路上又遇到了大堵车 等她赶回家时 女儿的生日宴会已经结束 妻子对她的迟到大发雷霆 她被妻子怼得无言以对 可这也让她感到郁家的憋屈和愤怒 第二天她就来到了交通裁决所申诉 可当她说明自己没有违章的情况后 工作人员还是一样的态度 并且嘲讽她 罗素顿时怒发冲冠 她提出要见领导 但工作人员说她就是领导 这一下罗素彻底忍不住心中的怒火 她抓起了旁边的红色铁器 疯狂的砸向柜台的玻璃 可作为冲动的惩罚 她被关进了橘子 好在没多久 单位的律师就把她保释了出来 然而她大闹车管所的行为 登上了报纸的头条 这给单位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于是领导辞退了她 而这个时候 妻子又提起了离婚 可她现在没有了工作 于是又失去了对女儿的监护权 她重新开始找工作 可由于之前的负面消息 所有的公司都把她拒之门外 然而更加悲惨的事情 在她出来的时候 她的汽车又一次被拖走了 地上还是那一张刺眼的拖车单 但是这一次她没有再抱怨 而是非常的平静 因为她已经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别忘了她是一个爆破专家 罗素偷偷把炸药放在了车尾箱 然后又把汽车开到了一个围厅地点 接着就在对面咖啡厅里慢慢等待 不出所料 汽车很快就被拖走 并停在了车管所的大院里 没过多久 突然一声爆炸响起 车费大厅被摧毁 现场一片狼藉 好在没有人员伤亡 很快罗素被抓了起来 并被法院判定有预谋犯罪 然而她的行为却遭到了网友的推崇 怒赞她属未明除害的侠客 如论一发不可收拾 拖车公司的特许经营遭到了质疑 数万名的网友要求释放工程师罗素 她也然成为了人民的英雄 不但妻子和女儿都回归身边 并且称霸狱中成为大哥 而在同一时间 一名富商在睡梦中被儿子咬醒 原来儿子回来时酒驾撞了人 富商马上叫来了私人律师商量对策 此时 众人事件已经登上了电视头条 肇事司机讨逸 被撞的孕妇正送往医院 生死未捕 警方正在分析监控 通过录像抓到逃逸司机 是早晚的事情 富公子吓得惊慌失措躲在角落里四色发抖 可这个时候 电视里面又传来了噩耗 孕妇抢救无效死亡 富商知道儿子肯定逃不了坐牢的命运 可他不忍心让儿子进监狱受苦 当他转头看到正在除草的园丁时 一个大胆的想法突然萌发了出来 富商直接告诉园丁事情的缘由 并许诺他丰厚的报酬 穷苦的园丁受不了金钱的诱惑 点头答应下来 此后 律师销毁家里的监控 清除了驾驶室李公子的个人痕迹 然后让园丁坐进去模拟驾驶操作 尽可能多的留下指纹 等警察上门时 他们按商量好的计划 大公无私的把园丁吞了出来 而园丁也很配合的说出了自己肇事的过程 可检察官也不是吃素的 他当然不可能听信园丁的一面之词 而这一查就被他看出了端倪 原来园丁个头矮小 坐进驾驶室什么也看不到 不可能会驾驶这辆车 最后只能贿赂检察官 只是价格有点高 但此时傅商已经别无选择 只要能保住儿子 钱没了可以再重 然而这时园丁又出了要儿子 傅商只能同意给他再加一套海警房的要求 于是四人齐聚一堂 为伯公子开脱罪名 每个细节都面面俱到 争取做到滴水不漏 然而情绪崩溃的傅公子突然闯进来 情绪激动的要去警局自首 他要做正确的事情 可最后还是被劝了回去 一切都计划得有条不紊 最后检察官提出 要先支取三万美元做应急费用 可富商很不满 一分钱都不愿意再多出 因为这件事情的花费 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算 检察官告诉他 不要再耽误时间 富商回怼他 我都付你一百万了 你还要三万来应急 这一下富商彻底压不住心中的怒火 他再也不想任人宰割 他突然告诉所有人交易取消 让儿子去自首 谁也别想分到一分钱 说完就愤怒的回到自己的房间 即将知道大饼的三人怎可放弃 他们简单的商量后 就让律师找到了富商 告诉他每个人只需要50万就可以了 但这时富商却很强硬 不管多少总比没有的好 大家很快又达成了协议 园丁冒充肇事者被带了出来 然而意外却发生了 受害人的丈夫突然拿出了铁锤 砸死了园丁 而最后他们也是白忙活一场 这次影片忙慌故事到此结束 影片主要讲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 好了 我是冰糖 下期视频就到 拜拜